《新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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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去去两三条街 爆的有事上黄线也照拍的 警务署去年平均每天发9000张牛肉干 以前可能一个月大概是两三张 现在一个星期 也最基本是两三张 商用车泊位长期不够 一辆车只可以分到0.6个泊位 政府自己承认这是一个问题 从我进来立法会之前已经是 到今时今日也是一样 政府在国际上自吹自擂 就是香港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富心自民 究竟对我们货运业有多大帮助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全港超过80万部 已经拿了牌的车 当中接近八成是私家车和客货车 车位的比例是1比1.1 不过货车和旅游巴的问题就更加严重 车位比例长期只有1比0.6 本来货车会通宵行驶 跨境车又会停在内地 商用车的数目不一定要有1比1的车位 但是内地早前再收紧检疫限制 对跨境货车都封了关 香港违拍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香港不够泊车位 无论是路坚、影线、行人路 还是路边 到处都泊满车 不过司机要预处被人抽牌 请问一下你们收到求数还是去例行 你收到求数 或是乘车救援 去年警务署发出330万张俗称 牛肉干的维例泊车定额罚款告票 按年增加2成2 为库房进涨超过10亿 即是平均每日抄牌9千多次 我们经常都希望 警方在深夜时份 如果是可容忍的 即是那部车不是阻街 或者影响交通 都应该多些容忍 罗马州中港货运联会主席 长志伟认同 香港最近的违拍问题严重了 因为深圳口岸货运 由3月开始改用闭环的模式 香港的货柜车司机不准入境 现在只有大概1千部跨境货柜车 还在运作中 其餘几千部要在香港运拍位 跨境车 由3月14日开始 他们更加需要有大量的车位去摆 这些车根本一下子就没办法 唯一就摆加器 就算我们本土的货运车辆 其实车位都非常短缺 做了三十多年 中港货柜车司机的超哥 通常早7点多开工 闯完深圳或东莞 要晚上8、9点 甚至10点才下班 不过他今年2月开始没有上内地 现在只是做本地货运 5厘日我们等他下班之后 一起去找位泊车 走到马路都不断 五少哥住在屯门区 他说他的货柜车超过12米长 一般他只会固定 在几条比较阔的路找泊位 这些货车司机都很有秩序 大家有默契 通常他泊会都不会阻止别人过 一定让你过得到 这道远离屯门市中心 比较少抽牌 因为他始终不接近民居 除了行家过不了 投诉 或者有些不懂路的私家车 刀了进来 那他可能会投诉 就是机会较低 抽牌 四、五次有的 这晚7点多来到 两条线都已经拍满了 这段路四线拍到变一线 今天没有了 已经是没有会了 这里通常六点下 你是玩不到会摆的 里面一行 外面一行 早下班便摆到 下班便摆不到 这里大部分都是泊重型车 超过说各位司机已经很有默契 就算双雄泊车都很有秩序 你是放在外面那一行 那你明天早上要懂事 早点起床 不要阻止里面那辆车 最低限度 你早上八点前 一定要回到辆车 我又不觉得是辛苦 因为你已经省了停车场 那你这些你赚的 超过说附近只有一个短租停车场 可以拍货柜车 这晚我们看过 那场几乎拍满了 而超过觉得月租三千五百元是太贵 他不会考虑 来来去去 只有两三条街 是爆的 那你就 有时上黄线都照拍的 截至2021年的5月 全港大概有81万部已经登记的车 当中超过62万部是私家车和客货车 泊车位和这类车的数目比例是1.1 至于货车和旅游巴数目 由2010年大概74,800架 轻微下跌去到2020年的大概71,100架 近年陆续有短期租约停车场的用地被收回 泊车位的数目由大概49,700个 江都大概45,300个 车和车位的比例 都是维持在0.63至0.67之间 事实上司机都不想违白 整个我们香港目前的环境 车位不租的问题是一个事实 这个肯定是被迫违白 温水署去年10月公布一份 商用车泊车位需求的研究报告 顾问公司预测 除了葵镇和南区之外 其余地区的商用车泊位 将会持续求大于工 去到2031年 商用车泊位的供求差距 最大的是北区、元朗和沙田 而报告建议采取增加供应 充分利用现有空间和保留现有车位 三个方向的输解措施 在各项措施里面 政府已经实施了部分 例如提供路边夜间泊车位 根据运输署的数据 全港现在有大概1700个货车 或者非专营巴士的夜间泊位 元朗就有超过200个 大部分都是工业区 夜间的这么多就不知道 我所知只是东冲一条 其他的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吴师傅开了25年旅游巴 都没泊过这些夜间泊位 这天我们就邀请他 一起去元朗区看看 其实8点才给你摆 其实你都不用主意 货车反应多 整条街都是 这里距离西铁朗坪站 大概20分钟路程 这些是 已经被货车摆了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办 宏乐街有七个巴士排位 这个位置不够排 这个位置不够排 因为 货车仔可能够排 我们这么大的巴士 12米长不够排 接着这里是门口位 这些车更加长期摆在这里 这些都不移动 这些死车都不够 拍都没气 那个时候只是下午5点半 其实还没转为泊车位 但已经泊满车 吴师傅认为 这项措施对职业司机是好事 但是在执行上要改善 其实还可以的 但是希望政府可以多些 不要太晚 8点钟 比如7点左右 可以让我们已经摆下车 最主要不要让其他车辆 霸佔了我们的巴士位 很多驾旅巴士司机 会开车回家附近 方便他们上班下班 行内俗称放草 但是吴师傅就不太喜欢 因为觉得压力大 每个人下班都想 安安安安安安安 回家坐下车辆 看看电视 但是如果有压力 怕抄牌 当然会差点 就算公司肯承认了一张告票也好 那你也不想 常常拿一张告票上公司 吴师傅的老板蔡順基 希望政府开放更多的路段 让职业司机在夜间可以拍车 原来是可以 有一些叫单黄线 是否可以将夜间某个时段 去开放 譬如假设 晚上10点 到第二早7点前 这些时段 就给旅游巴去停泊 除了或夜间路边泊位 报告也都建议 在短期停车场的租约条款里 定名至少需要提供的 商用车泊车位数目 自至2020年的12月 政府已经在36个短期租约 停车场的租约 加入特别条款 定名至少需要提供的 商用车泊车位数目 涉及大概2000个商用车泊车位 蔡順基认为 增加供应令停车费的价格下调 是减少违拍的最大诱因 假设是否五成是私家车 两至三成是货车或旅游巴 供应中相对提升 提升供应时 价格自然有机会下调 这些措施很难缩短超过2万个商用车泊位短缺的差距 今年的3月 军房局招标出售 位于新界葵涌美青路 和货柜码头南路交界 一幅年值大概5.5公斤的用地 用来发展多层现代物流设施 兼公众停车场 这个建设可以提供超过1000个车位 以这个重型车为主 包括可以进入40呎的货柜拖架 他认为政府要改变思维 大规模规划商用车的泊位设置 政府要自己承认这是一个问题 这么多年来都不够 到今时今日都是一样 唯一的商用停车场 现在才开招标 是不是全香港这么多区 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多建一些呢 现在很多重型货柜车和大巴 都停泊在新界中地 但是随着新界多个发展项目 陆续收地 大车还可以泊去哪呢 我们下一次再看 温书署的研究股算 全港中地合共提供6300个商用车泊位 近年洪水桥、元朗南、古洞北 三个新发展区都已经开始 或者即将开始收地 车场收地 大车可以洗走 但背后同样在中地营运的物流公司 很多都面对重置困难 有些索性阻落 深圳香港两地封关两年多以来 人不通、车都不通 如果以我公司过去的百分比的话 基本上是七成是在内地停降的 有三成是在香港停的 但是自从封关之后 基本上那些车就要络络回来香港 因为很多牌照的问题都已经停了 所以要回来 变成这么大量的车 其实找停车场也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蔡顺基的公司有200多架直通巴 在疫情期间一直停摆 现在有大概一半巴士 在葵冲政府提供的临时停车场 俗称旅游巴墳墳 葵冲放的话 车的收费是很便宜的 说一百元一个月 而现在本身市区每一个车位 基本上租金都基本上是五千起步 再视乎的地区 如果好一点的 交通便利一点的 有铁路附近的 可能已经去到接近五千米 最近他公司要再运几十架巴士 回香港验车逐牌 蔡顺基第一时间找新界棕地 透过朋友介绍 在元朗楼浮山租到一幅 大概一万呎的空地摆车 拍满的话 一个车位的成本可以少过三次民 市区根本上没有这样的地 没有这样的空间 给我们放旅游巴 第二的就算有也好 我们也要考虑成本问题 相对如果在新界北 或者现在暂时未曾经政签 开发的时候来说 暂时这边的租金方面 仍然可以接受得到 现在要在新界找棕地 越来越难 这里是元朗新田 政府刚刚完成新田落马洲 发展树楼的初步规划 还有计划起的不环线 为这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变数 我们看到现在摆车的地方 其实将来都是不环线的一部分 好像这里也有机会收回 这里也有很多仓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位置 其实是区内最大的政府的短期租约 这里涉及四点多公顶 这里必定收了 蔣志伟今天带我们来看看一个 有机会被收回的货柜停车场 这里将会成为北环线的一部分 这里你将来看到可能有些住宅 还有这里有一个站 叫做新田站 就是这个位置 他估计这个停车场 可以泊过八架货柜车 假如要拆的话 这辆车可能都要泊去马路边 区内也没有那么大的地 也有的 更大的地也有 不过政府肯定释放 是吧 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农地也有的 但是政府在这方面 就把关把得很严 蔣志伟批评 政府近年发展计划 只有收地赔偿政策 但没有为业界想过后续的安置 政府在国际上自吹自擂 是吧 就是香港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但是你叫它复心自民 它究竟对我们货运业有多大帮助 它不单止没有帮助 相反来说 它每次制造你 我们的成本上将 其实我们就会转嫁给货主 货主就会选择 说你香港处理货要这么贵 我可能就去新加坡 或者盐田 或者南沙 其实对香港长远发展 是很不利的 总面积三十几万尺 上个约摸是二十二万尺 我不是普利冷水 你想再去找个这么大的地 不是这么简单 暂时我都未找到一个 同等面积的地方安置 我看到 我看到 去年十月 我们访问过洪水桥新发展区 影响的货仓经营者 当时杨绍伦说 还在找地方搬 没有了 放弃了 我已经把规模缩减了 旧仓库那块地 已经被政府收回 现在变成封仓医院 这边的业务占公司三成收入 原本他也不想放弃 找回同等面积的地方很困难 还有租金比我们 之前租下来的成本高了 大概百分之二十左右 等于说第一期 如果我有十八个行家 一起去找地的时候 地方已经不多了 有十八个人去竞争同一块地 说的是大家拿客户的价值够不够高 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生存下去了 政府说在洪水桥新发展区 预留了二十四公顶的地 安置和整合棕地作业 另外还有三十七公顶 会用来做物楼设施用地 在多层供下 明年公开招标埋地 你不要今天收地 叫我拆掉它走人 我给你一些钱搬 然后我说 不过你不用担心 三年后我会建好那边 三年后我的客户都走了 是吧 现在全港超过八百公顶棕地 已经纳入新发展区的规划 亦致明对于洪水桥 和元朗南发展区的棕地作业者 做不到无缝交接 觉得失望 他认为问题阻于政府 没有预先做好规划案子 屯门西 你要重新规划 农古滩 近岸田海 那里会有很大机会 将一部分物楼的东西放在那里 你规划过程里面 这些所谓物楼用地 行先 是吧 你行先的 然后你去收 它就去这条入 这条收到那条入 那大家就可以做到 一些较为无缝的交接 对吧 杨绍伦也有经营另一个佔地七万尺的仓库 但同样是属于洪水桥发展区的范围 终会被纳入第三期收地计划 意味着这个货仓可能在几年之内会消失 不过杨绍伦暂时未打算找地搬 其实香港现在物楼上 我个人的看法 没什么很大的优势存在 现在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一些收地的政策 各个行业都在萎缩仓库库业 第二 中港车不流通的时候 它来不到香港 那香港怎么会有转口货出去 很多都会选择在国内直接走了 2021年的全球集装商港口吞吐量排名 头十名里面 中国港口占七个 第一位是上海 第三至六位分别是宁波周山 深圳 广州南沙和青岛 天津排第八 而香港货柜码头仅排第十 瑞肇伦认为 疫情彻底改变香港的货运生态链 而香港缺乏土地发展物流业 导致成本高企对冲着自由港的优势 进一步削弱香港的竞争力 如果我们需要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 就要有一些仓库的地方 加上周边的配套 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部都有关于北部都会区 或者是一些房政策 那就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冲突 大家的资源都是地 就是那个派前不会是物流先 上个月行政会议 已经通过政府架构重组方案 其中运输及房屋局 会分拆为房屋局 运输及物流局 亦知名说基于口望 政府会重视物流业的发展 我们听到的高兴 香港历史都没听过 一样叫物流相关的局 是不是 很大期望 我们业界都要求了很久 你便成立一个港口物流局 就是下面一个有真实执行权力的 好像基管局这样的一个机构 去和你去推行这些长远的政策 和实行它 这个都是一个方案 候任特首李家超早前到北京接受任命 总理李克强要求新一届政府 要鞏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 贸易和航运三大中心的地位 会否为物流航运业的未来发展 带来任何实质的帮助呢 业界拭目以待 今集新闻透视说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